好,本期视频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一个香港的这个驾驾照啊 这个香港的驾照 香港驾照的话呢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觉得可能在于它的英联邦国家的话 你去开车可能会比较方便吧 比较认可 而且香港驾照的话 它可以直接申请澳洲 还有什么新西兰啊 还有什么国家的一些驾照啊 它是直接可以去申请去换的 就不需要考试的啊 具体申请哪些国家 你们自己去百度一下 或者Google搜一下 我这里呢 只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啊 这个去申请驾照的一个流程和经历 然后还有以及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好吧 那首先呢 你需要有一个啊 这个香港的这个地址 如果没有香港地址的话 你需要一个大陆的地址 那么我提供的呢 是香港的一个地址 我提供的是花旗银行的账单 上面有我香港银行 香港的一个居住地址啊 然后呢 其次的话呢 这是地址证明啊 大陆的话 你就需要信用卡账单 就可以了啊 这个大陆的话 就需要一个信用卡账单 你自己去申请一个 但是现在好像很多银行都不给你这个账单了啊 OK 然后 其次的话 需要准备你的港澳通行证啊 港澳通行证啊 对 港澳通行证 对 你的港澳通行证 然后正反面一定要复制下来啊 复印下来 正反面 你千万别去香港复印 很贵的啊 两块钱一张啊 然后呢 其次的话 需要你的这个啊 驾照啊 你的驾照的正反面啊 印一张纸上面 驾照的正反面 然后其次的话 你的这个啊 驾照的话 复页啊 驾照的复页 它会有啊 这样的一个页面啊 你也要需要复印啊 也就是说啊 驾驶证的啊 这个正反面 还有驾驶证副本的正反面 还有港澳通行证的正反面 如果你不用港澳通行证 去申请这个驾照的话 你需要用中国的护照去申请 他们两个 只要是你选一个就行了 啊 我是这个用的这个啊 通行证 来往港澳通行证 去申请的这个驾照 所以在申请成功之后 我的驾照上面会体现 我的港澳通行证的证件号码啊 所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你需要具备的就是啊 一个地址证明 这个是你必须要具备的 而且这个地址证明 必须是三个月之内的啊 三个月之内的 如果是三个月之前的 这个地址证明是无效的啊 无效的 如果你的地址证明是中文的啊 你需要把它翻译一下 翻译成英文的 OK啊 翻译成英文的啊 或者是啊 这个翻译成偏音的啊 对 因为它那上面这个录入资料 它是就是啊录入英文资料的 对 然后呢 呃 你去到这个啊 就是拿好准备好这些资料之后 你需要去到啊 这个位于香港啊 中环啊 就是那个区域啊 有一个地铁站 叫金中地铁站啊 金中地铁站 出地铁站之后呢 就去这个统一啊中心 它那个大厦的名字叫统一中心 然后呢啊 是三楼啊 好像是三楼 我把具体地址呢放到评论区啊 不是放到那个视频下方了啊 你自己去看一下 点开链接就能看到那个啊 地址 具体地址是哪里啊 然后包括你怎么做高铁 怎么做那个地铁过去 过去这里啊 然后OK 还有呢 就是就是你 你准备好这些资料之后啊 你需要就是去到哪一个窗口呢 去到32和33号这个窗口 去办理这个业务 从哪一个通道进去呢 它那块有一个标牌 而是写着A通道 你需要去A通道里排队 你不要去排其他的队伍 不要去排其他的窗口 32号窗口和33号窗口都是免考试申请驾照的窗口 就这两个窗口啊 好像还有一个 好像是31和32还有33 好像是三个窗口 但是那个那个窗口好像没有写这个免试 我但是我没有记住啊 我是在32号窗口申请的啊 OK 你去的时候呢 完全可以用普通话去沟通 沟通呢 是相对来说非常顺畅的啊 没有沟通障碍 然后呢 你去之前 第一准备好你这些资料 一定要复印清楚 第二呢 你需要啊 去到这个啊 这个人工窗口啊 他有一个小的人工窗口啊 去领一份这个啊 这个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叫啊 叫做免试啊 领取驾照的一个填写资料啊 这个资料呢 这个模板具体写的什么 我会放到啊 下方这个链接里面 你们自己点开去看一下啊 基本上这个信息你是需要自己填的 然后这个怎么填 我会告诉你啊 就是把第一页我告诉你 因为第二页的话 就是让你选项了 然后就只签个名就行了 我把第一页告诉你怎么填 你一定要填 填对 如果你填 填错了的情况下 啊 可能让你重填 但是还好 我有一项填错了 就是中国的区域这个代码 是写6A 我写的代码呢 是CHN 我是按照驾照上面那个写的 他不行 他让我写6A 让我画掉重新写 让我签在修改这个地方 签个名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去第一件事 记得领取这样的一份 表格 领取这样的一份表格 你只需要填写这一份表格 啊 就可以了 表格上面有 第一页是你填写信息 第二页是让你选项 有没有什么听力障碍 有没有什么视力障碍 有没有什么残疾 让你自己去选择 选择完之后 你在上面签个名就行了 然后呢 你拿到申请表之后 先填好你的这些信息 填好信息之后 你再去窗口排队 一定要走A通道排队 不要排其他窗口 因为人特别多 你一旦排错了 你可能几个小时时间就过去了 我是排了小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排到我 你最好 如果你这个腰腿疼 你最好拿个小板凳去 因为前面全是中介 我干这个中介超多 找中介办的话呢 大概是1100块钱到1200块钱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办呢 就需要花 花多少钱 我给你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资料上面有写 我给你找一下 找一下 好 我给你看一下 看一下 费用是900块 这里写了费用是900块 然后驾照的有效期 就不管你中国驾照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 但是你现在申请香港驾照 就是10年 60岁以下的 60周岁以下的 你只能申请10年的驾照 他不管你中国驾照有效期是多久 他给你第一次颁发的 就是10年有效期的 10年有效期 那么如果你的中国驾照只剩一年了 也没关系 他也会给你颁发一个 10年有效期的香港驾照 这里需要注意 OK 那好 那这个呃 元件需不需要拿呢 元件是需要拿的 因为他需要核验你 啊 如果你找中介办的 中介呢 会把这些信息给你处理明白了 啊 你找中介办的话 就是1100块钱到1200块钱左右 淘宝上就有 啊 我是没找 因为我 我刚好去这个东亚银行开户 所以呢 我就 他们在同一个楼里边 我居然没想到 他们在同一个楼里边 就上下楼 啊 非常方便 我正好去开户 正好就把这个驾照给办了 啊 那么办好驾照 你这个窗口 他核验你没有问题之后 啊 核验你没有问题之后呢 他是需要给给到你一个纸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到你一张纸 这张纸的话是香港运输署 上面写了香港运输署 然后并且呢 他写了一个日期啊 写了一个日期 告诉你什么时间来这个币隧道啊 币的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窗口啊 来来这个查询啊 就是户这个驾照有没有签发 同时呢 你也需要这个交900块钱的一个费用啊 是驾照下来你才要交的 而不是提交资料的时候 你去交这笔费用啊 OK他这上面呢 需要让你拿着你的港澳通行证啊 或者是你的这个护照啊 你用什么去申请的 你就拿着什么证件去领取你的香港驾照 但是呢 这个这个上面写的这个时间呢 是你看我这个是啊 6月12号到7月11号 这个期间去查询 如果你过了这个期间去查询的话 这个他们的系统里会自动作废了 你到时候可能需要重新去申请 所以一定要在他的这个时间内去查询你的驾照是否货批 驾照一旦货批之后 你就可以立马缴费了 建议呢 你直接就拿900港币去啊 这个要不然就其他付款方式 他可能这个付不了 你就尴尬了啊 然后呢 对 所以呢 就是他不是说一定会给你下来 他的告诉我的这个答案呢 就是让我去这个窗口去查一下啊 对对对 这个币窗币的一个啊 我看一下这写的是什么啊 币柜台啊 币柜台啊 去这个币通道的柜台去查询一下 或者是33号这个柜台啊 去查询一下啊 他这个去查询的话 要么就是你有预约 在香港运输署的这个网站预约 要么就是你直接去排队 我建议呢 就是你直接去排队吧 还是啊 这个预约的话 可能我觉得啊 也是一样的 人也会很多的 反正你预约完也得去排队 你不用想啊 你完全不需要想啊 因为我看旁边那些预约的 他前面也有很多人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直接排队吧 建议你下午去 你要上午去的情况下 那一定人非常多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整个一个香港驾照的一个换礼的一个 换的一个流程啊 就只需要你中国大陆的驾照 就可以申请免试申请一个香港驾照 想这个换香港驾照的小伙伴 行动吧 不明白 评论区问我